哈喽哈喽,大家好,早上好 今天我在古今这里吃到一个 就是比较 不一样的一个早餐 在你们之前看过呢,我在 Sampona就有吃过这个 素仔菜 就是有人叫做是 然后也是有人叫做 是 就是 Mani菜 然后在这里呢 之前呢,是拿来做 那个饭 煮煮法 不过在古今呢,就有一种 就是用来炒面炒米粉 所以这个我叫的呢 就是 素仔菜炒 狗肉面 狗肉面和素仔菜的配合呢 会有什么感觉呢 他就是这样 在我拿车来到赵安路 在这里洗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咦,隔壁就有这个美食中心 所以就坐下来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狗肉面可以有很多种搭配 所以今天我们去看看 就是这个 狗肉面搭配什么 素仔菜 不一样呢 还有另一个呢就是叫做 素仔菜炒米粉 就是这样子 这个 就是它炒起来呢 米粉 因为它米粉是白色的 所以炒起来呢 就有点轻轻的感觉 所以 吃起来呢 就是 很爽口的 因为素仔菜它有一种 就是那种 角性 你咬下去呢 是脆脆的 然后米粉就吃下去 好吃哦 哦 海东 看来 海东 上次脆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